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 敖冬牌安神补脑液 强脑又安神 睡好精神好 本篮目由吉林敖冬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现在很多人不敢体检 害怕发现自己疾病缠身 另外还有一些人体检发现了身体异常 却抱有侥幸心理 他们对自己健康的漠视 最终让自己错失早发现早治疗的良机 43岁的张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去年医院 张先生单位组织体检 当时做的胸篇没有发现太大问题 不过肿瘤标记物CEA数值有些异常 对于这个结果 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张先生的一个好朋友在医院上班 他听说后劝张先生来医院做了个胸部CT 可是张先生拒绝了 而且对朋友说 我不抽烟不喝酒 不吃垃圾食品 我不可能得癌症 然而现实就是跟张先生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 今年年初 他时常感觉左后背痛 时有时无 而且体重下降了近十斤 这时候 他才在家属的一再劝说下 去医院做了胸部CT 令他没想到的是 在他左下肺发现有一个五厘米左右的肿瘤 由于疏忽大意不去检查 病情发展到肺癌晚期 假如当初张先生早一点去做胸部CT的检查 是不是能避免这个最坏的结果呢 我们听听专家的解答 他以前是没有检查过肺的 没有做过CT的是吗 是的 他就缺了一个环节 体检 CT的体检 所以看来做CT的检查 来观察我们肺部的变化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那可能对于很多的观众来说 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搞清楚 我们常规体检当中拍的胸片 还有刚刚您反复强调的CT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为什么如果我们要是去做CT检查的话 就可以及时地观察到我们肺的一些病变了 我们可以结合道具帮助大家来理解 杨主任这个面包是用来模拟什么呢 这个面包是用来模拟人体 来展示一下为什么什么叫胸片 什么叫CT 那么胸片实际上是一个前后对穿的 我们说投影 你好像我把这个面包拍扁 这就是一个胸片 它是看到从前到后的 所有压缩在一起的一个投影 所以我们看不到里面每一个层面的细节 那从这个面包 您刚才提到了 也是来模拟我们人体的肺部 好像只有长在外边的这些位置的 这个是葡萄干 才能够看得一目了然 如果它是长在里边的话 胸片就看不到了 对不对 或者说我们能看到的 只是费上所有 包括葡萄干 包括面包在一起压缩在一起的投影 那么它能够区分的 这个能力比较差 所以我们看一张胸片里面 只有淡淡的浓与淡 淡淡的白与黑 所以里面很多细节无法显现 而我们看到的CT所谓断层 往往是一堆片子 而每一个片子上有一个一个像 所以它提供了远远 这个百倍千倍的信息 我们可以把面包来给它分开 分成一个这个断层 那么某种意义上 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CT的影像 就是我们这一个断层的这一个面 我们在现有的技术 在我们的系统上 能把这个面做到多薄 常常是一个毫米一层 所以我们相当于可以把一个人体 变成了一个毫米一层 每一个层面所看到的走形纹理 里面的葡萄干 我们都可以清晰地看到 所以CT使得人类第一次有办法 看到体内的解剖的细节 因此使得我们有能力发现早期的病变 无论这个病变是好的还是坏的 明白了 你看刚刚呢 养准模拟说 当我们切开的时候 这就是CT在工作 把它切开看到这里边 有一个小葡萄干 那可以想象可能这个就是长在肺上的一个癌变的组织 但是如果要是拍胸片的话 你从这个面是完全看不到的 是不是 所以大家能够感受到CT的检查有多重要了吧 现在国际上大家已经公认 就是仅仅三次螺旋CT的谱查 可以降低肺癌死亡20% 同时还可以降低其他无意中 能被CT发现的疾病所引起的死亡 好 其实通过主人的讲解 我跟我同桌还在聊 说根本就不知道胸片和CT的区别 今天才刚刚知道 所以其实我们去体检的时候 有的时候不会去主动去体检CT 所以我的问题就是 什么样的人群需要去体检CT 应该说第一 对于肺癌检查来说CT是有效的 第二 CT的辐射是有害的 所以我们要很好地去平衡得到的潜在的好处 和必然产生的坏处 那么用国际上大家公认的一个想法 就是我要找到最有可能从中获益的人群来做CT 而不是把CT用于所有人群 特别是不能滥用于中青年人群 因为辐射是有害的 大家认为就是一天一包的情况下20年 或者一天两包10年 特别是家里有别人得肺癌的高危人群去做CT 现有的标准是一年一次低剂量螺旋CT 因为低剂量螺旋CT比我们医院平时用的这个螺旋CT 剂量要低 为了降低在他有生之年每年一次检查 所带来总共的辐射的危害 我还有一个问题 我身边就有朋友得了肺癌 就是发现时候已经晚期了 而且转移了 那么一年多这人就走了 其实像我们身边好多人呢 就是说感觉自己不舒服啊 也知道可能有点什么问题 但是呢不敢去面对 不敢去查 特别是癌 一听就是绝症 所以呢我就想问请问专家 就是说这些老年人 要真查出得癌了 还能治愈吗 他想了解发现肺癌能够治愈吗 相当比例的肺癌是可以治愈的 那么而且这种治愈的机会 随着发现越早 这种机会越大 那么如果我们把得罹患肺癌 当做人生的一场劫难的话 那我们越早地发现这个劫难 我们就能越好地度过这个劫难 从此能够幸福长寿的生活下去 所以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它是可以治愈的 这张图呢实际上用我们说呢 是叫做五年生存率 恶性肿瘤呢 往往使用这个指标来代表治愈 大家认为如果能够很好的活五年 没有问题的话呢 大概就治愈了 那么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比例呢 就是不同的肺癌的早与晚 时候它对应的五年活下去的机会 那么这个百分比呢 可以当做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早期 比如像一个E 它叫EA1 那么它到五年都没有问题的机会 大概超过90% 9成以上没有问题 这是早期的EA2呢 8成以上没问题 EA3 8成 可是我们看到最后的时候到四期 这是最晚的真正的晚期 有没有治愈的机会 有 一成 因此呢我们实际上是希望 把病魔扼杀在早期的阶段 使得它有更好的机会 更大的几率 达到治病的机遇 这就是我们所谓肺癌筛查的 所有的意义 同时第二点我想说的是 我们今天的手段的发展和进步 使得我们想治愈一个肺癌 所付出的代价和成本和风险 越来越小 我现在比如以这个肺癌早期的手术而言 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 所谓微创的手段 那么这种手段可以让付出很小的痛苦 付出很小的代价 那么承受很小的风险的情况下 把一个早期肺癌得以彻底的治愈 而且治愈之后呢 不大影响自己的工作能力 生活能力 还可以很好的重返家庭 重返社会 重返工作 所以实际上这个技术的发展 使得早期肺癌不但是一个可治愈的病 而且是一个可以付出很小代价 得以治愈的病 这个微创手术的方式 是不是跟传统的手术方式相比较 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应该说这个进步是天然 天然之别的 我们正好有一个小的 这个做了一个小小的动画 我们看到它里面有肋骨的支撑 所以如果我们看到 这里面有一个不好的东西 需要取出的时候 在传统的办法 只能把上面的支撑给掰开 那么这个掰开是非常残忍 而且这个过程 你可以想到 用我们的话说要离断 一侧胸臂所有的结构 所以在传统上一种说法 就是胸部开胸手术 是所有切口里最疼的 硬硬撑开的过程 对所有控制你感觉的神经 是毁灭性的 那么现有的微创手段 就大大缩小了这一个切口 就像现在我们显示的 而且现有的微创手段 和传统手段最大的根本的区别 就是我们再也不要去把它硬切开 我们只在一个小小的切口里面 有人说是钥匙眼 完成里面所有的操作 那么同时里面的操作 完成的技术的要求 技术的标准 和传统是一模一样的 不痛苦 不受罪 对 那么不痛苦 不受罪 就带来患者更好的康复 使得它比传统手术的手术安全很多 刚才何叔叔讲到的老年人 传统手术很大的风险 微创手术可以很平稳地度过 那么平稳了就代表了住院天数短 就代表了快速地康复 所以又使得一个家庭和医疗成本的降低 包括家庭培护成本的降低 之后 它对胸臂的损伤小 又带来劳动能力的保护 家庭功能的保护 使得它不会因病治贫 也不会因病治残 这样它可以回到正常的家庭身份 正常的社会身份 那么这对一个患者的身心健康 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看到了 由一个简单的口大 口小 所带来了患者痛苦的降低 卫生成本的降低 治疗关口的迁移 最后的结果 是越来越多的肺癌病人 能够在早期阶段 把病膜扼杀在摇篮中 专家提示 常规体检的作用 主要是初步筛查 确诊还需由专科医生来诊断 对于40岁以上肺癌高危人群 更应该每年做一次 肺部低剂量螺旋CT 进行肺癌筛查 欢迎收看由 一安宁晚特约播出 由以领药业莲花清温胶囊 赞助播出的健康之路节目 前不久 67岁的老杨 去医院做了次体检 一周后 老杨去拿体检结果 医生提醒他 有一项检查 结果异常 幽门罗杆菌抗体呈阳性 建议做一个胃静检查 老杨有些犹豫 他告诉医生 自己能吃能喝 胃也不胀也不疼 没必要再查了 但是医生告诉他 幽门罗杆菌 是造成胃癌的主要元凶 苦口婆心地 劝他做一个胃静检查 在医生的劝说下 老杨总算同意了 没想到结果出来后 老杨惊出一身冷汗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听听专家的解答 在做之前 他还跟我说 说薛大我肯定没事 后来呢 在我做胃静的过程中啊 他的胃黏膜啊 确实有一点 有一小片病变呢 和别的地方不太一样 当时呢 我就有点怀疑 这个地儿有问题 我就给他取了病理 结果呢 病理出来以后呢 就是一个早期胃癌 那么经过治疗以后啊 这个病人恢复特别好啊 好几年过去了 他见了我就说 说薛大夫 就因为这一句话 救了我一条命 但是这个胃部的病变 真的是挺让人难以琢磨的 像您这位病人 胃口没有任何的影响 也没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状 但是一检查去是胃癌 为什么呢 这个道具呢 一共有四层 分别代表胃的四层结构 这个是胃最里面的一层 黏膜层 黏膜下层 固有基层和僵膜层 那么什么叫早期胃癌呢 我们说累积到最里边 这两层不是特别深啊 黏膜层和黏膜下层的 我们定义成早期胃癌 那么如果累积深了怎么办 它到固有基层了 那么我们诊断是进展期的胃癌 大家知道这个胃癌的发生过程呢 它是由正常的胃的上皮细胞 演变到癌细胞的 那么我们早期胃癌呢 通常是在胃镜下发现的 那么胃镜下的表现呢 有的时候可能仅仅是 胃黏膜颜色的改变 比如说有的可能会变深 有的会变浅 另外呢 可能胃黏膜有点不平坦 但是这个时候呢 其实胃黏膜的病变 它并不重 也不会影响到胃的功能 所以说病人很可能 是没有症状的 所以我觉得那位先生 也是比较幸运的 幸亏您早期地发现了它 帮它解决了这个困难 对 是这样的 就是为什么要 今天要提胃癌这个话题呢 因为胃癌呢 是我们国家一个 发病率比较高的肿瘤 它在恶性肿瘤当中呢 它的发病率排第二位 特别遗憾的是呢 就是好多病人啊 它在发现胃癌的时候 是我刚才讲的 进展期的癌 那么这个时候呢 即使是经过积极的治疗 有一部分病人 它的愈后还是不好的 但是呢 我们如果说能早期 发现胃癌 那么给予适当的治疗的话 那么病人的愈后 通常是很好的 甚至呢 有的病人是可以治愈的 您看啊 主任 我们家里人啊 还有我身边的朋友呢 肠胃都挺好 能吃能喝的 但是我听您说了之后吧 这个胃癌 其实还应该比较注重 早期的筛查 那听完您这课之后 我是不是就得带着他们 都上医院去做个 这个胃癌初期的筛查呢 哪些人需要做胃癌的 早期筛查呢 我觉得第一呢 就是有一些 非特异性症状的病人 这些病人是到我们门诊 来就诊的 比如说有腹胀啊 腹痛啊 腹部不适啊 甚至反酸烧心啊等等 这些有非特异性症状的病人 另一部分呢 就是有胃癌家族史的 就是比如说父母 兄弟姐妹或子女 有胃癌的啊 这部分病人 另外呢 还有一些 胃癌的高发因素啊 像这个 幽默罗杆菌感染呀 啊 有的病人是萎缩性胃炎呀 甚至呢 还有一些 嗯 不良的生活习惯的 比如说 呃 特别 喜欢吃腌制的食物 嗯 吸烟特别多 饮酒量特别大的啊 这些呢 都是胃癌高发的 一些因素 第三个呢 就是说 你说大夫 我也没有这些 高发因素啊 我也没有不舒服的症状 啊 我有健康体检的需求 可以吗 其实也是可以的 有一些健康体检的人群 哎 在当中呢 我们也有发现啊 早期胃癌这种情况 多大年纪之后 就有必要来 筛查胃癌了呢 嗯 建议是40岁以上 嗯 刚才呢 我们已经知道了 就是早期做胃疾检查 真的很重要 而且现在体检 其实都包含 我觉得真的是 建议大家早点去检查 但是你说万一 早期在检查的时候 真的筛查出来了 有这个胃癌了 那难道要把这个胃切除吗 还是觉得有点恐怖的 嗯 发现胃癌一定要切胃吗 如果说是进展期的胃癌 我们有手术机会的话 还是首选外科手术治疗的 就是要做胃切除术 那么呢 对于早期胃癌来说 相当一部分病人 是可以通过胃镜进行治疗的 不需要做胃切除术 那咱们看一看啊 这个胃镜下 怎么能够切除掉胃癌 您跟我们介绍一下 首先呢 我们是在内镜下 发现胃的病变 然后呢 在病变周围给它做标记 把这个病变呢 给它标记出来 接下来呢 在黏膜下层 我刚才讲的第二层 我们给它打身上腺素盐水 把这个病变给它打起来 第三步呢 就是我们先在病变的周围 在标记的外侧 给它做一个环形的切口 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做黏膜下切除术 这是在烧吗 是的 它是一个电切的这样一个过程 就把这个黏膜下层 给它剥离下来了 这样呢 这个病变就被切除了 这个呢 如果说在病变治疗过程中 它有并发症 比如说出血了 我们要及时地给病人 做止血的治疗 很多一部分病人呢 就是通过这样一个 内镜下的手术 他不需要做胃切除术 就把这个早期胃癌给治愈了 专家提示 胃癌来临大多时候悄无声息 如果出现一些比较典型的症状 像出现黑便 腹部包块 偶血 消瘦等情况时 大多数时候已经是中晚期 因此预防胃癌 不能等到有症状的时候 才去医院 早发现早治疗非常重要 而发现早期胃癌 只有胃镜办得到 建议40岁以上人群 即便是无症状的健康群体 也需定期进行胃镜检查 疾病有的时候可以早知道 但因为排斥检查 而措施良机的人 比比皆是 56岁的吴叔叔 就因为害怕肠镜 而耽搁了最佳治疗时机 他首次出现便血是一年前 当时医生就建议他 做肠镜检查 但是吴叔叔拒绝了 理由是怕疼 他一拖再拖 还总安慰自己 便血是因为患有痔疮导致的 直到不久前 出现浓血便 腹痛 大便困难 他才在家人的催促下 到医院做了平生第一次肠镜 结果显示晚期结肠癌 假如当初吴叔叔 听从医生的建议 早点接受肠镜检查 是不是能够避免悲剧的发生呢 我们听听专家的解答 早期肠镜检查 能够帮助我们发现 早期的结肠癌 那么内经下治疗以后 预后非常好 如果等到出现了严重的症状 再来就诊 发现肠癌 为时已晚 其实我们都知道 肠道弯弯曲曲的 而且肠度也非常的长 里面还有很多的皱褶 这个肠镜进去之后 是怎么样能够及时地发现 它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的呢 那么在19世纪开始 其实内窥镜逐步地发展起来了 那么从最早期的金属镜 那么可以观察直肠 那么我们当时的话 就是以蜡烛作为光源 就是一个硬式的 这个时候检查病人是非常痛苦的 而且看的话 它光线又不足 在19世纪30年代 那么逐渐发明了纤维内镜 但是长度 因为它的柔软性不够 只能达到乙状结肠 那么再进一步 到60年代 纤维内镜就进一步地发展 那么我们可以达到 全结肠镜检查 那这时候 我们当时还是单目镜 就跟我们看 显微镜一样 或外眼镜一样 我们只是有目镜 所以的话 当时操作的时候 是非常困难的 达到盲肠的 这个比率是非常低的 早期乙状是60厘米 后来到120厘米 现在的话 我们有150厘米 那么后面 进一步又发展了 有相机结肠镜 那么这个照相机 就可以把医生看到的 这个病变照射下来 那么作为保存 可以让患者看到 那么到了80年代 那么我们就是 研发了这个电子内镜系统 那么大家的话 就是能够看到 通过这个屏幕 能看到我们所有 内镜下的一些表现 这20年来的话 内镜发展非常迅速 有很多高清晰内镜 放大内镜 增强色素内镜 等等的 让我们的视野 更加地清晰 图像更加地清楚 而且超过了 我们肉眼去看观看 今天现场 我也带来了一条场景 让大家来看一下 好 我们拿上道具 这就是我工作用的场景 那么在我的右手 拿到了这就是 这个前端 这个是我们内镜的 这个前端 这个前端的话 这个是一米五 一米五 一米五的镜子 而且它是软软的 对 很光滑 所以不会伤到 您的常年膜 控制呢 就是在您的左手 我的左手部 对 有 大家看一下 这有上下 上下的按钮 然后有左右 左右的按钮 很听话 所以这时候 就可以自由地去操作 因为我们的长腔 大家知道 是非常弯弯曲曲的 那这个呢 右侧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模拟的一个道具 我们看到在这个道具当中呢 有一个红色的小橡皮泥 实际上就是模拟 在这个肠道当中呢 是有一个小膝肉 或者是有肠癌的 那我们现场呢 就来模拟一下 对 那有没有观众 有兴趣参与一下 谁来 我行吗 行 你来 实际上我们这个前端部 它里面还是有 这个光导纤维的 那么它可以发光 就是所以 但是因为我没有接 所以看不到 那么另外一个 正常它是会很亮的 很亮的 然后有摄像头 所以前端看到的地方呢 就是我们 这个我们空镜的一个方向 那么这时候 我们只能靠这样 这样模拟一下 要不然这块 应该是有个屏幕 对 应该是看着屏幕往哪走 那么这个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您体检做了变前血 阳性 包括您查了血的肿瘤标记物 癌变痕源身高 或者不明原因的贫血 那第三点呢 就是您在体检的时候 比如做肛门直诊 那摸到了肿块 不仅是膝肉 也可能是其他的问题 或者您自己呢 特别注意 腹部按摩的时候摸到了腹部包块 这时候也建议您到医院来 要是要做肠镜检查 你看像我们这个年龄已经是笨七了 笨七十多年龄了 那你想这么大的年龄呢 对于这个肠癌来讲啊 就觉得好像很害怕 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 我觉得我自己没有毛病 再说了 听他们讲了 肠镜特别痛苦 所以就很惧怕去做去 再说家里面又没有着有肠癌的人 所以呢 也不可能有遗传 所以我今天想咨询专家呢 就是什么样的人容易得肠癌呢 什么样的人容易得肠癌呢 跟刘阿姨说一下 您啊 一定要做肠镜 这个节目之后啊 就到我们医院去预约肠镜吧 为什么 其实节肢肠癌的发生啊 不仅有遗传因素 还有很多呢 是环境因素 那如果您有糖尿病 这时候的话 都是发生肠癌的一个高风险的因素 那么还有的话 就是我们肠道本身的 炎症性肠病 这些年呢 有很多年轻人发现了 这个肠道的一个炎症改变 肠炎 对 那实际上是一种 相对来说慢性复发性的炎症 那么在这个炎症的基础上 发生肠癌的风险是大大增加的 那么对于没有这些基础病的人的话 那么饮食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我们讲这个高脂的饮食啊 像西方国家 为什么这肠癌高发呢 实际上就是跟饮食因素有关系的 所以的话 大家喜欢吃肉啊 喜欢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啊 这些情况下 就发生肠癌的风险就是增加 其实刚刚杜医生在提到 这些危险因素的时候 我觉得饮食好像和我们的关系 更为密切一些 那可不 那顿顿的也有肉啊 尤其是 你以前不是说过吗 吃油也是特别多的 对 在家里面炒菜特别耗油啊 对 油大 就是我们大家实际上 现在生活的条件好了 所以饮食习惯也有很大的改变 这个鸡鸭鱼肉实际上已经是家常菜了 但是呢 一定要控制 那么相对来说 我们提倡减少红肉的摄入啊 相对来说 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呀 控制这个热量的摄入啊 等等的 都可以帮助我们 这个减少这个肠癌的发生 所以我希望大家呢 通过我们今天的一个讨论呢 能够体会到 肠镜早一点 肠癌远一点 专家提示 由于肠道是一个空腔器官 目前其他的检查手段 比如CT 采钞 核磁等 都难以发现早期肠癌 肠镜是预防肠癌最直接 最有效的手段 您现在收看的是 健康之路节目 熬东排安神补脑液 叫脑油安神 睡好精神好 本栏目由吉林熬东安神补脑液 独家冠名播出 47岁的钱先生 特别注重养生 平时也坚持锻炼 单位有安排的体检 他每年都会去 检查结果也都没有发现异常 从今年年初开始 钱先生总觉得胸闷憋气 上楼梯觉得有点累 随后症状越来越重 于是钱先生请假到了医院 经检查发现 他的心脏绊膜出现了问题 需要手术治疗 得知结果钱先生很困惑 他年年都去体检 心电图等检查结果都正常 怎么就突然间被诊断为 心脏绊膜病了呢 难道之前的体检结果有问题吗 我们听听专家的解答 心脏采超这个检查 才能发现心脏内部 这些结构上的疾病 我现在手上拿的 就是一个我们心脏的模型 那么我们通过心脏采超 就像一个透视仪器一样 它通过超声波 能够隔着我们的皮肤 肌肉 能够看清楚心脏内部的结构 那他看心脏内部结构 他看哪些呢 那我们把这个模型先打开来 打开来呢 那么首先看到的是 心脏的右心房和右心室 那么在右心房和右心室之间呢 有这个白色的装置 那么这就是我们说的瓣膜 这是其中的一个瓣膜 位于右心房和右心室之间 这个瓣膜呢 我们叫做三肩瓣 那么右心室连接的肺动脉之间 又有一个白色的装置 那么我们这个装置呢 我们叫做肺动脉瓣 左边这里头呢 我们实际上来说 是连接左心房和左心室的 我们叫做二肩瓣 那还有一个主动脉瓣 就是位于这个主动脉的根部 连接左心室的 那么这就是一个心脏的 大体的解剖结构 那么这个瓣膜如果出问题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心脏采抄 可以看到 那么我们心脏超生呢 还可以看清楚心脏哪些问题呢 比如说这个主动脉瓣 这个打不开了 那么心脏为了把更多的血 挤出去 那就要更使劲 那么这时候 它的心脏 心室的这些肌肉 就会产生一些肥厚 但是心脏的肥厚 就会给心脏增加额外的负担 心脏的结构会发生变化 这是心脏超生 采抄我们看到的第一个 比如说这种心肌肥厚 那么这种心肌肥厚 比如说有的是心肌病 有的是绊膜病 那么都会出现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心脏采抄最大的功能 就是看清楚 我刚才说的 心脏这里头 各个绊膜的这些疾病所在 那么正常的绊膜呢 它是能够起病 非常正常的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患了这种绊膜病 有的是打不开 有的是关不上 那么我们现在 可以清楚地看到 这四个绊膜 随着心脏的每一个跳动 心脏的绊膜都能够 正常地开放和关闭 这就是我们正常的 一个主动脉绊的一个图 可以看到 三个半叶 打开的时候 能够完全打到边上 关上的时候 中间没有什么缝隙 第二个图 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半叶 它的关闭和打开 都有问题 尤其是第二个图 可以看到 它中间关不上了 中间三个半叶 有很大的缝隙 但第三个图 可以看到 它这个打开明显受限 这个半叶活动很差 那么这就是一个 狭窄的模型 这就是我们心脏 采超真实的图像 我们可以看到 左边这是一个 正常的一个主动脉绊 它的这个绊膜的 这个形态非常好 但是我们再看 这边这张图 我可以看到明显 这个白色的亮光的 这部分的组织 实际上 它就是一个 病变的主动脉半的半叶 它明显的增厚 钙化了 亮点代表 它这个钙化的组织 所以说 现在通过这个图 我想大家可以 很直观地理解到 心脏采超 是可以去 很清楚地反映 我们心脏内部的 采超呢 人到中年 就要做个采超 照个像 心脏照个像 那么在规律的体检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 可以加一个 心脏采超 这一项检查项目 那么如果 这个检查项目 如果发现了问题 那我建议 就可能需要 找专门的心血管医生 去看一看 可能每一种疾病 每一种疾病的 发展阶段的不同 你可能以后 做这个心脏采超的 频率也会不同 比如说 你可能 很轻微的问题 那可能 一年查一次 或者 如果再严重的 甚至我们可能说 你得半年 就看看进展 所以说 采超 首先能发现问题 如果发现了问题 那可能你的这个频率 就要增高一些 但如果我们是个健康人 做完了没有问题 那也不需要每年去做 比如说隔个三年 再做一个 所以说 还是要阴阳而已 但是不可以掉以轻心 对不对 是的 好 听老师说完 我特别惭愧 我刚才仔细想了想 好像关于心脏方面的检查 我只做过一个叫心电图 听老师今天说完 这个心脏采超 功能这么强大 能发现这么多问题 但是我就有一个疑问 所以我的问题是 我要是做心脏采超 心电图还用做吗 那么答案是 心电图肯定是 必须要做的 因为这个心电图 反映的是你心脏 这个电活动的情况 因为我们心脏 它除了是一个血泵 它还是一个心电 有心电活动的一个器官 所以心电图 能看到它 这个心脏节律 还有速律的这种改变 所以说体检的时候 心电图这项不能省 心脏采超也要做 他们是看不同方面的 我们心脏问题的 是不是 对 都不能相互替代 每一个都不可以少 是的 刚刚听医生讲完 因为我从退休以后 应该说基本没去做过什么体检 所以我孩子就给我买了一个手环 买完以后 他说这个特别好 我一看也是 平时看看时间什么的 而且还能看一下我这个心率 随时24小时不能牵在这心率 但我就想就这么一个 我觉得就一小玩具 这东西真的有用 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说 用这个手环测心率 靠谱法 首先现在这个健康手环非常普及 那么既然都普及了 就说明它还是靠谱的 它是通过什么办法来去测量心率呢 它实际上它上面有这种发的滤光 那我们心脏泊出的血液 它会吸收这种滤光 然后把红光反射到这个手环里头 那么手环通过它的这种算法 能够准确地算出您的心率 所以说对于拿手环来测 我们的心率是靠谱的 它能够准确地测出 这个我们的心跳的次数 所以说这个健康手环 对您来说肯定是有帮助的 但它是不能替代我们医院的 正规的检测的方式 那么通过健康手环 我们可以简单地监测到 我们的这个心脏的健康状态 但最重要的是 我们大家要培养出 对于心脏健康的这种意识 养成我们要去关注 心脏健康的好习惯 我们可能从这个还没出生 是胎儿的时候 我们的心脏就开始跳动 开始工作了 但直到现在 我们对我们的心脏 还不是那么地了解 还有很多的用药问题 很多的结构问题 很多的护理问题 需要我们去注意 需要我们去关注 希望各位可以牢记在心中 保护好我们的心脏 谢谢您 辛苦了